Hello 今天这个视频想要介绍一下用iPad来阅读PDF Mobi和EPUB这三种常见格式电子书的方法 用到的都是免费软件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观看 先说一下Mobi格式 因为Mobi是Kindle电子书的特有的格式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商店里面找到Kindle电子阅读器 我自己的书都是先例存为在百度网盘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在百度网盘里面 先把你想要的书下载下来 下载好这个Mobi格式的书之后 我们选择用其他应用打开 选择Kindle 它会要求输入作者是谁 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另外有一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打开在Kindle图书馆中保存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保存在你的Kindle账号里面 你也可以不用让它保存在你的账号里面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选择自动发送到设备就可以了 设备是默认的你现在这个iPad名字 我们点击发送 然后这个它需要发送一会儿 好然后我们再打开Kindle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导入过来的 Mobi的格式的书了 然后我们点击让它下载 好然后这样打开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Kindle看Mobi格式的电子书了 然后Mobi格式的电子书比较多嘛 也比较全 所以说用Kindle来看电子书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呢是EPUB格式的电子书 可以直接用Apple Books这一个 我的原生软件来打开 这个书呢还是直接搜索 然后你想看的书的名字 然后后面带上EPUB格式就可以了 点击任意一个没有写字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上下就出来了这一个选项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一个更多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其他应用打开 我们再选择图书 好这样呢它就会被导入到苹果的图书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软件来进行阅读了 我之前有做一个详细的视频来介绍这一个软件的用法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好最后一个呢是看PDF格式的 那些付费的软件比如说像Notability啊 GoodNotes之类的就不说了 今天呢介绍一款免费 而且呢功能也挺不错的APP 名字叫做ZoomNotes Lite 这款软件呢它是一款付费的笔记软件 叫做ZoomNotes它的免费版 这一个免费版呢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那个付费版的功能我自己都还没有研究透彻过 免费版里面的功能 我们用来阅读批注PDF就已经非常方便了 另外导出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导出成图片 或者是导出成PDF 就来简单说一说操作 书呢我还是都放在百度网盘里面 你想要看的PDF的书 然后我们选择打开方式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更多 找到Romino Slide 之后呢我们选择导入为文件 这个时候呢 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PDF的书 已经被导入进来了 用手指呢来翻页 上面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页面 我们也可以进行翻页 点击这一个多页的按钮呢 我可以看到所有PDF文档页面的预览 点击某一个页面 你就可以跳转到某一个页面 如果要进行移动的话呢 我们按住一个页面 然后这样就可以把它挪到 你想要让它去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这样挪动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完成了之后呢 选择做这一个软件 它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奇怪 左边这一排呢有一个笔的按钮 我们就可以选择圆珠笔来进行勾画 然后改变粗细呢 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笔 然后我们直接往上推 它就是变粗 往下它就是变细 往上这样它就可以变得非常的粗 点击这个黑色是颜色 我们点击了之后 这里就会有颜色的色板可以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个比较少 我们点击上面这调色盘 下面就会出现更多的颜色了 下面这个1.0呢 是用来调整饱和度的 1的话呢 它就是正常的浓度 如果我们把它调淡一点呢 它就会变成这一种透明的浓度了 因为我们没有付费嘛 所以说这个笔呢 我们只能用圆珠笔这一种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个笔的饱和度 调低一点呢 其实是勉强可以把它当作是那种 荧光笔来使用 所以这款软件比较好的一点呢 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批注的时候呢 是可以批注在这个PDF之外的页面的部分的 特别适合比如说你需要改一个作文啊 或者是你需要朋友协同制作一个文档 针对这一个文档 然后要写一些自己的意见啊 或者是修改的地方啊 非常的方便了 不用你自己把这个字很小的 卡在这个PDF的页面里面 除了批注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一边看书 一边记笔记也是可以的 我们回到主页上选择加号 然后我们这里创建新文件夹 我们创建一个A4白纸 这样就是一个新的笔记本了 想要改变名字呢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它就可以你就可以这个地方改变一个 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叫做叫test吧 这个页面它现在是白色的 如果你想要修改这个页面的模 页面的样式的话呢 我们选择这一个锯齿啊 然后下面就会有关于这一个纸张 笔记本纸张的各种设置了 比如说这个就是横线的 我们把浓度调高一点 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像笔记本一样的了 这个软件呢 它是不支持自己和自己分屏的 但是呢 它和notability一样 是可以在软件里面进行分屏的 使用的方法呢 是我们直接点击这一个扳手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分屏 你可以垂直分 比如说像这样 好那它就是上下分的 你也可以 我们再点击它也可以左右分 现在它就变成左右两个文档分屏了 这样你就可以一边看书 一边记笔记了 好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导出的问题 导出成图片和导出成pdf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导出图片 我们选择分发按钮 选择相册 然后这个地方选择图像格式 像素我们选择高 如果你已经在外面有批注了内容了 那我们就选择current view 这一个选项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共享 然后我们在相册里面去看 好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导出的了 因为我们是免费版的嘛 所以说导出了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水印 所以说你尽量不要写的太靠左边 如果太靠左边的话 它就会和这个水印重合 你稍微写的右边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编辑 然后选择这个裁剪的工具 把这个水印裁剪掉 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导出成pdf 导出成pdf比较好的呢 就是它就没有水印了 选择分发按钮 选择空头 pdf的选项就来了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可以选择导出当前页 也可以导出所有页面 或者是选择一些页面来导出 也就直接选择当前页嘛 选择共享啊 好这个时候呢 因为已经导出成pdf文档了 你看自己是想要隔空头送给 其他的设备 还是我们直接保存在ipad里面 也是可以的 选择储存到文件吧 我这里 我就把它储存在我的ipad 打印里面 选择储存 好现在在我的ipad里面 找到打印 好这个地方呢 就有这一个 就是我刚刚导出的pdf格式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呢 它没有logo 那这一款免费的软件 功能是不能做的呢 我们先回到主页上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齿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最下面有一个应用内购买 这个应用内需要购买的部分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使用的了 如果你付费了之后呢 就有好几种笔 另外呢 你还可以购买 来添加文档文字 然后插入图片 插入书签 插入音频 插入子文件 设置工作区域模板 然后以及这个手写识别的功能 我自己呢 这几个月都在于尝试着用这一个 来搭配着读书的软件使用 我觉得其实不用 完全不用付费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觉得最有必要的可能就是 加书签 以及这一个插入图片 这两个功能 你如果想要的话呢 可以花12块钱购买 当然呢 你也可以直接花钱 下载它这个完整的软件 就是Room Notes 如果其实你已经有了 Notability GoodNotes之类的软件的话呢 这个软件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下载的必要 而且它的功能太复杂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这么一个 关于怎么样用iPad 来看三种不同电子书的方法 今天就是这样咯 拜拜